喂 阿伯老師好 寶妹好 我請要請問一下喔 那個 玉米絲喔 要用那個 要煮草莓喔 那玉米絲要怎麼用啦 郭大哥喔 好 對啊 你當時要怎麼煮草莓咧 不是啦 我們朋友叫我問的啦 喔喔喔 好啦 好啦 來 阿伯說那個 煮草莓要用一一米絲 要怎麼用水用比較漂亮的草莓 真的比較漂亮的啦 那一天你問我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說 我沒有辦法加電下去問我阿伯老師 好 了解 好 好 來 郭大哥在聽聲音 來 這個草莓喔 可能我們分幾個階段 譬如說 在他生長的時候 因為現在很多其實我們用血管苗 怎麼有啦 就是血管苗就是種在那個 阿 我們一般的這個素材叫做血盤 阿草莓那些很長的 因為他的 筋比較窮 比較長 所以一般來說 一種叫做血管 所以有用那個血管苗 阿你還是用這個血管苗來講 就是說 阿 他怎麼會晒 阿如果是說去 你用這個血管苗這種 因為那個筋沒有回去 阿人家要做 這個方法很方便 阿你如果是說 最簡單的意思是說 這個材要做的時候 他們 阿我是都建議 一些好朋友說 你建議 這通常有很多是 阿可以用這個 像 阿 如果我們在做這個 阿不然 做過這個方式 阿用那個曬浦富泰寧 還有 還有那個叫做 一個疫病的這個藥 佛比巴克 佛比巴克 跟曬浦富泰寧 其實這樣起來 剛才四種農藥 他的其實是兩種兩種 因為現在最主要有這個草莓在種的時候 我們很怕炭區病 當時草莓栽會到疫病 疫病怎麼會到 所以我們 就是說 市長的時候把他潛水 這種東西 他有益性 所以 這個藥在用的 就還不錯 所以我們就 算資料 他們有的會去做 所以你問 完全用什麼藥不管 這 一般就是每一個人 一個這個習慣 用這個藥的時候 在泡材料 他們都會泡過 泡過這個中間 你就可以 要泡這個藥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一些這些藥下去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去加這個 玉米酥 這個時候 在加玉米酥 差不多就是200 200到300倍 那其實用很重 這個效果上 因為那量一數數而已 你加200倍也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效果也不錯 所以這 通常我們是有這種的一個營飯 這在這個血管苗 或是煮沸苗 你都可以這樣來做 這 土拔苗 有時候他在泡 因為他比較少 那土拔苗 就比較沒去泡過 所以 可能是在這方面來說 就可以 一樣 其實是一樣 可以 再來 泡 這在泡 泡 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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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效果最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在這方面來說 你應該要處理 最好的一個方法 就是在這個中間 就是說 材要泡的時候 就要泡一隻 這樣 你如果想 這是在這製肥那段時間 現在他開始在發草莓 草莓的材 大概就是一個禮拜 把他噴八百到一千倍 他在噴藥的時候 你就加肚子裡面八百到一千倍 八百到一千倍 都固定的 每天都用 為什麼要每天都用 這個很重要 這個原因就是 你用下去 他用下去就透明 他可以收比較多材 我們學弟的做法 因為我們學弟是做無土的 他就是做這種無土的 這個 用一個保養圖 在種草莓 他都打他上面保養圖 上面放這個 控制肥 把固定時間加一點點的化學肥料 他一天在打肥的時候 平常就不用太接用 不用太接用 這個玉米塑莓去用就好了 但是他夠在做材 這段時間 譬如說現在來 可能草莓萬策 他開始都在討論 他在養長 養他的廟 要去發養一次 草莓廟的時候 把他在裡面 把他加玉米塑 打他 打他一點 他就說材料 出材料量多 材料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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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是用一種的一個 一個 一個方式 所以這兩種的一個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說做材料時 可以 算讓他透明更多 材料量多 材料量多 這方面你可以在罐頭 你如果是說材料能夠 直接噴床民 平常在材料時噴床民 這個八百一千倍 那是稍稍的時候 剛在稍稍的時候 那時候可以 因為他會針油 針油的時候 三百倍 兩百倍至三百倍都沒關係 讓他針一下 針一下後來針 這通常 這個開金的效果 就很好的 這大概是這樣 使用的方式 好 謝謝 作詞 拼的聲音